从主办单位手中接下公共服务类银子奖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认为 以整个城市为展场的2022城市博览会 不仅是金融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活动 更提高金融城市光荣感及有助于城市品牌行销效果 在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10天 也吸引了超过100万人的到访 我想这样的一个成果 还有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效益 那也受到这些评审委员的青睐跟赞赏 所以在这一次的公共服务类的卓越奖 银子奖就颁给了金融市政府 那我想城市博览会从今年的6月10号到19号 那这10天我想对于金融市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呢 是以整个城市作为一个策展 那分为ABCK展区 那我们这一次的策展呢 也导入了城市设计 那另外也结合了文化艺术 那更重要的是海洋保育的概念 通通通都在里面 那我想这一次的这个策展呢 带给这个城市的市民呢 有提高城市的一个光荣感 跟这样一个城市行销的效益 所以我想这个对于城市而言呢 更是重要 为期两年的筹划加上三次活动延期 在疫情期间举办 更是对2022城市博览会最大的挑战 在疫情期间 那我们能够克服整个疫情的管制 跟这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可以在这个整个疫情的应对上 那也带来整个活动的效益 那我想这个是对于整个活动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除了台湾活动卓越奖 日前2022城市博览会 又获得Shopping Design专业杂志 年度概念展演活动奖项肯定 珍珠文表示 得奖是对所有参与2022城市博览会 伙伴的最大鼓励 成博会的结束并不是终点 而是为基隆未来建设 开创一个新起点 记者张启辰金融报道